好 酝酿一下 大家好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Cata和containerD之间的接口眼镜 以及随着这个接口眼镜 给我们带来的架构和架构上的提升 以及整体的性能和稳定性上的节点上的提升 我是蚂蚁集团的彭涛 然后我也是Catacontainers架构员会的成员 大家好 然后我是吴超 我是来自阿里云的基础软件团队的一位同学 我们主要是做影院生 还有安全容器相关的 然后彭涛刚刚有提你是Cata的AC的成员 然后我是Cata的一个mentainer 然后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想 从接口眼镜的一个角度来看一下 以小见大吧 来看一下整个容器安全容器 或者说整个容器生态的一个眼镜 那么首先让我们从最 大家可能疑问最多或最基础的一个问题开始 就是说在CNCF的那个landscape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容器的各种所谓的container runtime组件 比如像CatacontainerD 或者说豪卫刚刚开源的Cousar Gvizor等等 我们有一个很全的一个container的university 但是他们各自的组件它的生态位是什么 它的作用是什么 它的差异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要解释这个问题就要从接口开始说起 虽然接口这个东西很小 但它却很好的规范出来他们每一个组件 他们的一个生态的位置 那么就让我们从接口来说起吧 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 就当时容器开始兴起了 然后呢 业界就会觉得Docker你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然后像RKD你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那么Docker的容器的镜像 那可能在别的容器的那些组件里面的镜像就跑不起来了 所以industry就是说 我们需要有一个 大家一个universal的一个标准 一个标准来去说这个容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定义出一套标准 就是OCI 就是Open Container Initiative 这边这个I也是要特别强调一下 画了一个线 因为它是一个initiative 而不是一个interface 所以说它其实本身定义的是一系列的specification 这边我从它Github的report里可以看到 它有定义镜像的标准是什么 然后Rentime的标准是什么 distribution的标准是什么 在这个接口的定义出来以后 其实在Docker和RKD 它更往上去定义那一层的接口就清晰了 那么再往下 Kubernetes它出现了以后 它又开始有点疑惑了 就是说你现在有containerD 有CRIO 有等等不同的一些容器运行时 那么我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方法向下去沟通 否则的话我没有办法 就要在它的代码里面去偶合很多的不同的容器运行时的逻辑 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定义出来一套接口叫CRI 这边就是containerRentimeInterface 这边它就是真正的一个接口的一个interface 可以看到这边的话 它有像image的service 还有rentime service 就是说镜像是怎么它要去怎么去交互的 rentime它怎么交互的 然后整个CRI其实它就是去定义sandbox那一集它要做什么操作 container那集它要做什么操作 镜像那集要做什么操作 在这边我们着重强调一下sandbox是什么 因为这个跟我们后面演讲内容息息相关 sandbox它就是在我们去容器去生产的时候 它是第一个去产生的 然后它是最后结束的 它去规定了整个port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情况 同时在不同的低阶的容器运行时里面 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runc里面 它就是一个cgroup的形态 加上一个postcontainer 那么像在我们kata这样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micro vm 一个轻量的虚拟机 那么介绍好这些接口以后 其实就到最关键的这一步了 它们是怎么串联到一起的 它们整个故事线是怎么铺开来的 那么从一开始我们最开始组建 我们现在分别看有四层 第一层就是一个高阶的container management 然后再往下是高阶的一个container runtime 再往下是个低阶的container runtime 最后到我们实际生产出来的容器 那我们一层层往下看 k8s有了cli接口 它就知道它怎么跟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容器 高阶容器运行时去对话了 它用cli接口可以跟container 可以跟cli-o 或者说是像asuna这样的去对话 然后有了oci这样一套标准的话 这些container 它们又知道怎么对接下面不同的 这些低阶的容器运行时去生成不同的一些容器 像kata gvizor 和rnc 那么在最最后 由于我们低阶容器运行时有不同的实现 那么像kata它最后启动的形态 就是一个micro的vm 一个轻量的虚拟机 里面其实包了一个容器 然后像gvizor 它就是起了一个sandbox 就是它会对它的syscall做一些处理 然后去确保安全性 里面是container 那么rnc的话就直接是一个container了 那么其实这样的话 这张图我们就可以定义出来 整个我们第一张里面整个容器的一个宇宙里面 它们大概各自在什么样的一个生态位里面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接口开始的 就是有了这些接口 大家就明确的记得位置在哪里 明确它们要干的活是什么 明确它们最后的形态是什么 那么今天我们的演讲也是想以小见大 从接口这样小小的一个点展开 来看containerD和kata这两个生态组件之间 它们是怎么演进的 它们讲它们这个接口演进的里程 怎么让这两个组件不断地去自我的革新 还有在性能啊 稳定性啊等等上去做提高 那么接下来先由彭涛来先介绍一下 看它肯定的一些情况 还有一开始的一些接口演进 OK Katak那是我们这个项目 我们大概是在17年底的时候开篇出来的 然后它其实看到的是一个容器发展的 整个生态发展的潮流 就大家最开始在部署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物理机上直接部署各种各样的进程 这些进程之间就会相互干扰 在后来的话Docker就发明引入了容器这个概念 然后大家开始把各种各样的进程包到容器的抽象里面去 然后它们之间通过Linux Namespace or C Group去做隔离 但是在下一代我们认为就更强的隔离性的时候 我们需要更强隔离性的时候 其实我们再把虚拟机这层引入进去 就是把虚拟机作为一个隔离的一个边界 而不是把Linux Namespace or C Group作为紧紧的边界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基于虚拟化的隔离性 而虚拟化的隔离性其实在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这种 就是大家买虚拟机这种场景 就云厂商的虚拟机场景 就虚拟化这个隔离 它的隔离性是经过了这个行业十几年的一个长期的检验的 所以这个是让大家能够得到更好的隔离性的一个方案 所以其实从那个时间线上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从BearMetal的进程到Tranetion到1C的容器 然后再到CataCenters这些不同的容器的形态 然后在2017年我们把CataCenters这个项目 把它开源的时候 当时的架构大概大致是这样 我们通过引入了Cata的SIM Cata的Runtime以及CataProxy 来把host上所有的管控上的链路打通 然后在虚拟机里面通过走GRPC over Yamax的这样的一个接口 通过串口把它通到Gas里面的Agent 然后由Agent真正的去创建 在Gas里面去创建那些容器的进程 然后在Cata我们 当时能做Cata这个项目 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OCI 刚才吴超提到了OCI的组织 它们定义了一个Runtime Spec 就是容器运行式的标准 这个Spec基本上其实就是把Runt C的 它那些命令行做的事情 把它标准化把它定义出来 然后我们这可以看到的是 最开始的时候是ContainerD 它会创建 在上面这个字体可能看不太清 ContainerD会创建一个叫Bundle的东西 它里面大概会有容器的rootFS 然后还有一个Config 这个Config就是Runtime的Config 它来描述 就是告诉容器的运行时 我要怎么去运行这个容器 然后这个就是Runt CCreate 这个时候ContainerD就会调Runt CCreate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它做的事情 就是真正的把容器的init process起起来 这个process这个时候它就会有 具有一定的格线性 就有Name status 然后有Cgroup在这 然后它在里面包着它的rootFS 然后它有一个临时的 那个init进程跑在那 然后这个进程在 那个Runt CStart的时候 这个进程会被一个CCT 换成一个 大家在容器里真正的 就是EntryPort的一个进程 然后Runt CStart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容器就跑起来 这个时候 所有的容器的操作都可以执行了 然后在容器生命周期的下一步的话 就是大家要怎么去停止这个容器 就是其实在ContainerD和Runt C之间 它其实调用的是Runt CK这个命令 其实这个命令就是会把一个信号量 发给大家的容器的进程 这个容器进程收到这个信号量之后 它会退出 同时它所有的Name status CGroup都会被销毁掉 但是它整体在后世上还会有一些资源在那 比如说overlman资源 比如说rootfs还unbound起来的 就是这些资源它可能还在那 然后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清理的操作 就是ContainerD会掉 叫Runt CDelete这个命令 然后用这个命令来把后世上所有的资源给清理掉 然后Cata基于这个的时候 我们就在Cata最早的办法就做了一个Runt C的完全的替代 就是对ContainerD来说的话 就是看起来就是Cata和Runt C没有任何区别 它只需要从调Runt CCreate Runt CStart Runt CKill Runt CDelete 变成调CataRuntimeCreate CataRuntimeStart 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在那个年代 大家要用Cata的时候 其实就是把那个Runt C 如果你甚至可以hank一点 把Cata的那个命令行 把它从命名为Runt C 然后把那个Runt C换掉 这样都是可以跑起来的 所以这是因为当时只有Runt C的一个标准 Runt C就是ContainerD和容器运行时之间唯一的接口 所以当时我们就做成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ContainerD当时的做法 但是它首先还是有个SIM叫ContainerDSIM 这个SIM它通过Runt C的Client的Interface 去掉各种各样的真正的容器的运行时 就是刚才提到有Runt C 然后有Cata 然后Runt V是我们在Cata之前做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后来和Intel的CataContainers 合并成了CataContainers 所以在那个年代 大家都是去模拟Runt C的命令行 来执行这个 然后其实当时已经有一套GRPC的接口 但是它是ContainerD这个进程 和ContainerDSIM这个进程 之间的一个GRPC的接口 然后它到真正的ContainerD的SIM 到具体的容器运行时的时候 还是一个命令行的借口 然后这个借口当然能work 但是实际上就是 它的很多假设就是 大家都是Runt C 这个时候就很Runt C 因为不同的运行时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西份的差异 这时候我们就很难去做一些 就真正的能够更Native的集成的东西 然后它引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SIM的爆炸 就当时整个社区都在看SIM太多的问题 其实不止这一层有SIM 就很多TAMSIM都很多 但是在这一层的时候 我们的问题就很明显 首先是我们每一个容器 都一定要有一个SIM 就是会有个ContainerD的SIM 每个容器还会有一个Cata的SIM 然后因为我们不止起个东西 我们可能还会XEC进去看一看 什么东西之类的 然后每个XEC又会有一个SIM 又会有一个ContainerD的SIM 又会有一个CataSIM 所以我们整个host上的SIM的数量 是非常非常地多 这也造成就是 大家在生产上真正地用的时候 万一哪个SIM出一点问题 就各种SIM就跑飞的问题就出现了 然后这个时候 整个社区都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就开始想怎么去解决这个 所以解决的方案就是 我们和ContainerD社区一起 设计了一个叫SIM V2的API 这个API就是它刚才ContainerD和ContainerD SIM之间是GRPC interface 然后ContainerD SIM和容器的运行时之间 它其实是Command 9的interface 然后我们把这一层也把它换成GRPC的interface 而且把ContainerD和ContainerD SIM之间的接口 把它收拢了一下 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一个架构 就是ContainerD对于一个Port来说 一个Port里面可以有很多容器 但是一个Port里面可以只有一个ContainerD的SIM 然后ContainerD这个SIM 然后再来调不同的 就不同的SIM的 而且这个ContainerD 因为ContainerD的架构 它的SIM它其实它是集成到 它SIM的Client是集成到ContainerD的Binary里面 所以它后续上就只需要有一个ContainerD 然后不同的运行时再去实现自己的SIMV2的 SERVER GRPC的SERVER 这样的话通过ContainerD和GRPCSERVER之间 通过GRPC来交互的时候 我们就 当然这儿画了一下 实际上当时做的时候 我们社区能够看到有三种实现 一个是RunC做了SIMV2的实现 Color做SIMV2的实现 还有Google的Gvizor 也做了一个RunSC的SIMV2的实现 然后有这种架构 这个架构 其实它能做这个事情 就是把最开始的SIMV1的 就ContainerD和它的SIM之间的接口 把它下沉到了 让运行时来实现这样的接口 其实SIMV1和SIMV2的接口 是非常非常相近的 可能就差异就在这儿 就是这个有一个Connect的下单 就是创建和清理的 其他的接口几乎是很类似的 它其实是一个GRPC的下沉的过程 然后基于这个接口 其实我们就做了第一版的Cata架构的引进 就是从最开始的 一个POD可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SIM 然后我们就把这些SIM全都放到一起 变成了一个ContainerD-SIM-CataV2 这样一个进程 这样的话就是每个Sandbox 就只有一个SIM了 这样其实大家很明显 这个架构就清爽很多 然后后世上的进程 不管是大家 因为这些SIM都是购血的 它本身的内存开销也很大 然后它各种SIM跑飞的情况也很多 然后换成这个架构之后 其实后世上整体的性能和稳定性 都得到很明显的提升 然后这儿就是就可以回顾一下 就刚才这个架构的优势 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 它只有一个POD只有一个SIM 然后而且有更少的 Go的SIM的Proxy 因为当时我们都还是用Go来写的 然后这些 从最开始来就是 我们看到就Container数量要乘2 然后再加Exeter数量乘2 还有一个Proxy 然后再加一个VM 这个VM可能是QML 可能是Clar Hyperware当时的 然后其实 然后我们就把它变成了 就是我只需要一个SIM加一个VM 然后因为整个进程的数量变少 所以内存的开销也是极大的降低了 而且我们整个安装部署 以及都简单了很多 而且也没有那些就是SIM跑飞的问题 就几乎没有出现了 然后当时我们还 就做了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 因为当时和Clarity社区聊的时候 其实我们最希望是 有一个更上层的借口 因为我们看 就是从Clarity角度看的话 我们其实是把一个虚拟机 一个MicroVM 当成一个Pod的抽象 Pod Sandbox的抽象 来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当时是希望 有一个Sandbox的抽象 在Clarity里面 但在当时Clarity社区觉得 就Clarity还不是一个主流 还不希望 不希望在架构上 做那么大的改动 所以就还是有一个 有些Liftover 然后这些 就是一个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 我们其实还是看到 我在后市上 还是至少会有两个进程 就一个进程是一个SIM 一个进程是一个VMM 这些是我们后面 要去解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我们有两个进程 其实我们还是有 理论上还是有 状态不匹配的情况 就如果是SIM认为 VMM还活着 然后其实VMM就已经退掉了 或者是VMM还在 然后SIM又退掉了 其实各种 还是会有一些 清理的问题在这 这些就是我们 在下一次的 那个架构眼镜的时候 会去尝试解决的问题 然后这个就是 我们在3.0 刚才提到的那两个问题 我们在Clarity 3.0 去尝试去解决了 然后因为在2.0的时候 在2.0几的时候 我们其实除了 说SIM以外 我们还有一个Io的进程 有支持Vertifest的协议 然后Vertifest有两种实现 一个是Vertifest 一个是Nedasd 其实在后市场 我们还是可能有多个进程 而且当时的SIM 是用构写的 内存开销还是挺大 然后在3.0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用Rust 重写的Clarity 1.0 这样的话 我们同时又引入一个 引入Jaganball Jaganball也是Rust写的 这两个进程 我们就可以把它合到一起 所以我们看在Clarity 3.0的架构里面 我们在后市场就把SIM进程 和VMM进程也合到一起了 这个同时 因为Jaganball同时 也实现了Vertifest 和Nedasd的协议 所以整个这一套 就从刚才的 后市场上 可能有两个 或者三个进程的架构 变成了后市场 整体就只有一个进程的架构 我们再也不会存在 就是某一个进程死了 然后另外一个进程 就会它还活着 就是这样的情况 而且少了这些进程 最后哪个内存的开销 也明显就会降低下来 然后下面可以 吴超来继续讲一下Sandbox 好 那么做了刚刚的技术架构演进以后 我们其实也慢慢发现 就是Clarity再往前走的话 会存在一些 跟上游社区的一些问题吧 就是说Sandbox这个概念一直都在 像我们刚刚最开始介绍接口的时候 CLI的接口里面 也有很多Sandbox的一些操作 但是我们发现它整个接口 是存在一个断层 从Kubernetes到CLI到Continue D这边 它会说我要RAMPortSandbox 我要去STOPPortSandbox 但是再往下到刚刚 彭涛介绍的CMV2里面 它就变成了START DELETE 它没有任何Sandbox的概念了 Sandbox的概念 在CLI到CMV2那边 就出现了一个失真和断连的情况 那么我们也发现 虽然Sandbox这个概念如此重要 像Gvisor、Kata、Container这些 它们我以为特殊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们那个Sandbox是特殊的 但是在接口层边 我们却没有给到它一个特别的定义 那么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我们发现Container的操作和Sandbox的操作 在Sandbox的接口里面是缠绕在一起的 那么像我们Kata这样组件的话 就要去从Sandbox它给那些容器与异的东西里面 去推测哪些是VM要做 哪些是Sandbox要做的 可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图 就是从ContainerD 它发了一个Sandware过来 那么对于我们KataSandware来说的话 我们需要从Sandware的Start、Delete、Create等等里面去推测 哪些是Container要做的 哪些是我们要给Dragon Ball或者Cumul这些VM要做的 这个语义本身就是有一个失真的情况在 那么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觉得这很容易就发生问题 或者说是会让人去写代码也好 读代码也好 去审视整个流程来说 都是会有一些比较困惑的 那么就比如说我们来说 就对于同样的一个SIM API的一个命令 它可能到Kata这边 它在不同情况下 它会做不同的操作 那比如说Create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去Create一个Sandbox 去Create一个PostContainer 那么到中间阶段 那可能它的意思是说去Create一个Container就好了 那么Delete也是一样的 我们Delete也要去判断 它到底是Delete沙箱中间的一个Container 还是说最后要把整个沙箱去做一个Shotdown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整个状态 因为这个SIM VR的接口 它只有只是Container的语义 它整个状态是缠绕在一起的 所以说就像彭涛刚刚说的 我们这些VMM的状态和Container状态 因为这个SIM VR接口定义不得不缠绕在一起 然后我们在下游的组件就要去解这个缠绕 同时每一个下游组件 它都要有自己的定义的一个方式 你这个SIM VR过来 我这个Sandbox要做什么操作 那么我们也发现 就是在云渊生这样一个接口 眼镜的里程里面 只要有不清晰的地方出现 那就有一个机会 我们可以去把它定义清晰 就像CRR它被定义出来 就像O3它被定义出来 其实把它定义清晰 就是一个架构眼睛上的一个机会 于是其实后面ContainerD社区 就尝试去把这个事情去做得更好 那么CRR这边Kubernetes还是用 像RampleSandbox StarsPortSandbox这些下来 但是ContainerD到Kata那个SIM接口这边 从原来的TaskAPI 又抽离出来的一个SandboxAPI 专门去做Sandbox相关的操作 以此让Sandbox真正的在这条语言体系里面 成为了一个一等公民的一个状态 我们可以清晰的知道 Sandbox的状态到底是什么 它需要做什么 它需要改变什么 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 就像刚刚那个图 原来的话我们只有一个Task的Interface 现在的话我们ContainerD社区 就引入了一个Sandbox Interface 具体的接口定义也在右边 我们有PO出来 它就详细的去定义了 我们在什么时候要去CreateSandbox 什么时候去Start 什么时候是去Stop等等这个操作 这个特性已在1.7里面 ContainerD的1.7是一个实验的特性 那么对于Cata来说的话 首先对于像我们刚刚说的Cata3.0的一个 Dragon Ball的一个架构 那么它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 第一步就是把整个Container的逻辑 和Sandbox逻辑做一个Decouple 就是把它分解开来 那么Sandbox API就我们去做Sandbox的一个服务 Task API就做Task服务 容器做容器的事情 杀箱做杀箱的事情 让整个逻辑的链路变得很清晰很流畅 那么当然我们也再往后想一步 就是后面Cata应该怎么发展 或者说是Sandbox API能提供给我们怎么样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也在尝试做的一个改变 就是说对于像非Dragon Ball这种架构 也就是没有Building到一个进程架构 像Cumul或ClubHiveEther这些 因为它们没有办法融到Cata的Same里面 所以它势必会有一个多余的一个进程 那么在后子上就有很多不同的进程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想的想法是把所有的Same 能不能收缩到只有一个东西 我们这边先拟名叫Sandbox 这样一个结构去管理它 相当于是一个E对N的形态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云渊生节点的链路 Kublet它是E对N去管理Pod的 ContainerD它是E对N去管理的 那么像Cata这样的一个Same 它能不能做到E对N的去管理 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 现在还是一个实验性的想法 就是说ContainerD 它把Task API和Sandbox API 传到我们一个Sandbox的一个结构里面 一个host上的一个DemoSite的一个组件里面 然后这个DemoSite它可以去E对N的 去处理不同的这样的一个VMM和Pod的一个创建等等 如果是Sandbox API的请求 它要去做Sandbox杀像的操作 如果是Task API的操作 它就会走Task API操作 但我们这边Task API还是会经由Sandboxer 而不是直接的去到host Gas里的KataAgent 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有很多 因为我们有一个虚拟机的状态 所以host和Gas的很多的值 或者说它的一些地址等等 它都是有变化的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的把Containty它得到Task API去做一个直接连到Gas里面 所以说我们这边还是全部要经这个Sandboxer 还有一点要提的是我们这边也在提 我们也在提就是把这个容器的这个IO通过一个FD-based的一个VSOC直接转发出来 然后可以看可不可以给上游社区直接跟Containty或者说更上游直接去对接 这么做的原因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IO就可以不用去走像Sandboxer或者说类似Sandboxer上的一个host的进程 那么对于Sandboxer来说它就可以自由地去做更新 去做替换 去做热身机等等这样可能的操作 而不用担心它的IO流是被打断的 那么这个架构也是我们在实验和探索架构 它的特点就是首先我们想尝试把Sandboxer的数量尽可能降低 第二个呢我们尝试想构建一个1比N的一个Sandboxer和Pol的一个模型 最后呢我们想做的就是让IO流直接通过一个FD-based的VSOC往上去做转发 而不经由Sandboxer 那么Sandbox API对于这个业界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和提升呢 我们认为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呢Sandbox它终于可以成为一个一等公民的形态存在在整个容器生态 所以我们就再也不会下面的不同的container runtime有缠绕在一起的container和Sandbox逻辑的 一切都会变得更加清晰和易懂 第二个的话通过这个Sandbox API 我们理解了这个Sandbox行为以后 我们就可以去尝试像把这些post container等等这些原来在Cata里面可能有点奇怪逻辑 看能不能就是做一个精简和去掉了 最后的话像我们刚刚想尝试做个1比n的这样的一个形态的话 其实它就是对整个内存开销也好和起动速度也好都有个比较大的提升 最后的话这个数据就是我们推出这Cata3和Dragon Ball这个一体化的一个架构 和对比Cata2加Cumul这个架构 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首先是用了Dragon Ball这样一个轻量级的Build-in的一个RAS写的一个VMM 同时呢我们又是把整个进程做了一体化 可以看到它整体一个启动速度 相比Cata2加Cumul是快了两倍 然后整个内存占用是轻了1.8倍 所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想讲的所有的关于Cata3和CataContainer接口眼镜的故事 这边最后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今天其实就首先以小见大 从小的一个接口眼镜大家看了一下Cata3和Cata3从CMV1到CMV2 再到现在社区正在火热进行的Sandbox API它的一整个架构眼镜 它对于Container地带的影响和对CataContainer架构上带来的影响 最后呢我们其实也是通过这个小的例子 想大家看一下在整个云原生的容器的一个图谱里面 接口这样一个常常被大家所忽视的东西 其实它有大大的一个魔力 它能引发整个架构上的眼镜 和每一个容器它的一个生态位上的一个定义 所以说也像最后这句话想说 就是说这样一个小小的接口眼镜 其实它也就见证了这个云原生容器的一个眼镜 那么最最后其实我们有一个小彩蛋 小彩蛋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现场跑一个demo 我们要真正的live demo了 对我们会跑一个CataContainer3.0 就是Dragon Ball架构 然后去用我们已经提出来P2的Sandbox API 去跑一个简单的那个Busybox容器 所以 我们这边完全是现场演示 所以很虚 如果网络不好就有问题 我们先会登到这个机器上 然后 OK 先看一下那个ContainerD的配置 我们是打开了那个Sandbox模式 Sandbox API模式 也可以看到这个在社区这边 你就是用这个Sandbox Mode等于Same 你就可以打开这个Sandbox API模式 然后在这之后用ContainerD创建这些Pod 它都是用Sandbox API来走的 然后就是对 然后就是我们Sandbox的一个定义的JSON文件 还有Container定义的JSON文件 都比较简单 我们用的-r-cata 其实就是让Sand-r-control去走Cata的Runtime 而不是走Runt-c的Runtime 这已经创建出来了 现在这个融资应该就是 哦 居然是Running的 然后现在就创建出来一个Cata的安全容器了 用的是Sandbox API的一个创建的方式 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跑到这个容器里面 去执行的这个uname-r 就是它那个OS的一个系统 是5.10 这也是我们GAS Kernel的一个系统 然后现在下一个uname-r 就是我们在host上执行的是4.19 就可以看到安全容器 这样应该有一个虚拟MicroVM的形态 所以它的GAS和host是可以 是有不同的OS的一个版本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想展示的是 对于像Cata3.0 Building Dragon Ball的形态 整个Cata你创建出来就是一个进程 没有别的进程了 就是这样一个containedd SIM CataV2 我们把所有的那些分散的抽离的那些组件 都浓到这一个进程里面 去大大加强它的一个效率 还有它的一个资源开销等等 对这个可以看到 这个是CataSIM的PID 然后我们去拿进程列表 可以看到这个SIM同时也是 KVM 它是连到内核的KVM的现成的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就是CataSIM 同时它也是VM 这个是我们可以展现出 它是融合到一起的一个点 所以Demo很简单 就真的 好Demo成功了 没有挂 没有挂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一个 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然后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也可以处理 那边有一位同学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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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你们提出了 后来提出一个Sandboxer的构想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调整链路是相当于一个 Coplet 钝一个ContainerD 然后再钝一个Sandboxer 那你们有没有想法 直接把这个ContainerD给替换掉呢 其实不需要替换ContainerD ContainerD是允许做Plugin的 大家在Build的Sandboxer的时候 其实可以把ContainerD和Sandboxer Build到一起 并不是替换ContainerD 这个和ContainerD是 你可以把它分开 分成两个进程 你可以把它分成两个进程 然后ContainerD 你就用上游的ContainerD 然后Cata的Sandboxer 就用Cata的Sandboxer 你也可以选择 把ContainerD Build到Sandboxer里面 因为ContainerD是允许 昨天我们和服务员聊过 它是允许这样一种Plugin的形式 把整个ContainerD Build到其他的Baner里面去的 好的 谢谢 喂 就是Sandboxer那块 其实刚才看到 就是说它Task API 还是会往Sandboxer调 但这块我觉得 这可能语意上面 是不是会有一点问题 因为你Sandboxer 你既然那个名字叫Sandboxer 你是不是应该是 做Sandboxer管理的东西 那它如果ContainerD的Task API 也往这里调的话 是不是就有点 因为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只是把它叫Sandboxer 就最后的话 它肯定会叫一个CataSIM 就是如果对命名上有意见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商量 因为它最后肯定会叫CataSIM 它不会叫Sandboxer的 对 我不知道 就是那个 我觉得那个吴昌那边 应该很清楚 就是我们那边 我们那边其实也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那个Sandboxer 它Sandboxer本身 我给它一个定义 就是说你必须提供这个Tasker API 然后这个Tasker API 可能D其实是可以直接调过来的 那其实这里面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就是 比如说像Cata这种场景下面 它其实就是虚极内外 这个资源的一个映射关系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Sandboxer本身也可以做掉的 这个也是我们那个 刚才你们也举了 那个Quasar那个例子 我们看一个Quasar 想做这个事情 对 因为我们是想希望 就在Cata这层 把这些 就是 Sandboxer实现的细节 完整的把它屏蔽掉 不希望把这个东西 再往container地去暴露 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就是 通过Task 就是Tasker API 现在是什么样子 就还是什么样子 不希望去改Tasker API 希望Tasker API直接下来 然后至于Tasker 就container那些resource的映射 我们希望就是 由Cata这边来把它负责掉 就是整个思路就是 不把这些本身Cata内部的 一些设计的细节 把它暴露给container地 有问题 有一个你的rootfs的路径 和在Gas里面看到的rootfs路径 这个只是一点 就是rootfs的东西 所有的 其实所有的资源相关的东西 rootfs volume device这些东西 container地看到的视角 和在Gas里面的 CataEdging的看到的视角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需要有一层 Cata在外面有一层逻辑 把它给做一个切换映射的 就是CataSIM在做的事情 我明白 这个转换必须要放在外面吗 里面 因为里面 在Gas里面 你是不知道外面的东西 外面的情况 这个转换能不能放在Standboxer去做 但是 就是在Standboxer 但是Task都是在里面去做 这样的话就设计到 container地要先调Standboxer 做一次转换 把Task的swap 那个request的swap 调Standboxer转换一次 然后再调Task API 到Gas里面去 但是我们觉得这样的话 会引起container地的更大的误解 就是 就是container地 它其实希望的就是 我有一个Task的Client 然后你给我一个Task的Server 让我发给你 你就不要 不要告诉我 我还要去做一些什么 资源应收的转换这些东西 OK OK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今天就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演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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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